來 又是這秘密專輯發行了 那麼透過這張專輯 你卻又可以了解創作之外 你也可以了解他這個人 然後其實我想 對很多的歌迷朋友來講 這只是你的第一張專輯 但是對那種常常跑Lifehouse 然後常常過夜生活的人來說的話 就是就會很熟悉你的聲音 因為你已經做過上百場的表演了 其實我的表演是在最近 其實我以前 我沒有去過泡演場 所以我都是在比較像 有時候之前跑校園 對 校園 Lifehouse那種 對 就像河岸留言 像我4月3號跟4月4號也是有表演 你剛剛講到Pub 忽然想到也對 如果講夜生活的話 你的聲音到Pub裡面去唱 然後很溫柔 可能大家會忽然 就本來在跳什麼的 就酒瓶都丟過來了 你說你是怎麼了 我們明明就是在 忽然熱淚盈眶了起來這樣子 但是以上百場的 不管是校園還是Lifehouse來講也是非常多耶 有沒有 而且我覺得唱Live的東西 其實狀況很多 包括音響啦 包括台下觀眾 尤其我覺得唱校園很難 因為現在大學生呢 你很難讓他們High 對 就要用他們的語言這樣子 對 你有沒有碰到什麼比較有趣的狀況 其實我第一次唱校園的時候 我前面蔡依林 後面揚聲 真的喔 對呢 所以在中間就是非常的 就覺得自己應該好好展現一下嘛對不對 可是呢那天就下大雨 下大雨是在我唱到一半的時候 真的喔 唱到一半 大家都忽然鳥獸散嗎 沒有 但我重點是 因為大家都有帶雨傘 但是我在唱歌等 我總是不能進去拿雨傘吧 對啊 然後我唱到一半 就 就開始 其實原本小小雨 後來開始咪咪咪咪咪 就大雨就下來了 然後 就開始我全部落湯基嘛 然後它就延伸著我的鼻子到喉嚨 我就進去了 然後就 然後就剛好在唱最高音的時候 啪 太慘了吧 大破音 天啊 這是我第一次 在校園演唱 那你那時候 我覺得我會不會太無情啊 因為我不然想到的事情只有 你有保護好麥克風嗎 喔 很過分 因為麥克風淋雨進去啊 其實他們應該都有做好預備了 好慘喔 對啊 因為其實我當下我會覺得說 第一次的演出 怎麼會這樣 就不論它多少人 而且是open的 不用票的 所以一定很多人聚集 天啊 真的真的 這樣還蠻就是反應不過啦 對 所以後來也只能繼續往下唱啦 對啊 然後就不斷跟大家說 你們好 因為我不知道該唱什麼 就已經大破音了 還能怎麼樣 就哈囉 大家好嗎 你們好嗎 每次那個一堆歌手都 都是正直 而且我覺得我沒有學到一點就是 應該把最高音給 你們唱 你們唱 對 換你們 對 有 周華健說他如果 有時候忘詞的話就會用這一招 可是他的歌 因為大家一定熟 對啊 換你們 會唱的一起唱 對啊 就覺得太高了 常常都覺得我的歌就是尖叫歌 太可愛了 那有沒有就是會追隨著 你這樣到處跑的瘋狂分子 我 我不瞞您說有耶 真的喔 可是我覺得他們 我覺得一定有耶 他們不會樂曲 他們 我之後才真的發覺 真的他們一場都到 一開始我會覺得 可能是我認錯 到現在真的每一場都到 好中心喔 但是還好啦 因為他們只要沒有做出太過就是跟蹤 或者是賢豬手那種激動 我覺得幼石的行啊 大家很難對你們做出賢豬手 為什麼 就是很清純像仙女啊 你怎麼可能會對仙女去做一個賢豬手的動作呢 這樣子就是有太穩一點 不瞞你說 你知道大概兩個禮拜前嗎 是兩個禮拜前嗎 我在宗教叉叉路口 就是 遇到一個莫名其妙的人就摸樓屁股一下 那他一定不知道你是藍幼石 對 那時候還沒開始打 他不知道你是仙女 好 我要問一個問題就是其實幼石啊 他看起來外表很穩進 但是其實你也非常會跳舞是不是 舞蹈是你的興趣 對啊 因為我其實興趣啊 因為我從小就開始練習 那練到國中畢業高中都還在練 好難想像喔 那你有預備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你的舞技嗎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那是可以 可以是去做變化的 但不是我的那種就是key point 真的啊 對 因為我覺得主要是在我的 這樣子從小到大練的舞是屬於哪一種 我啊 freestyle的嗎 對 我各種都跳過 芭蕾民俗啊 就是那種你知道翻來翻去那種我也有喔 所以你會後空翻之類的 空翻沒有啦 後翻前翻可以 真的喔 可是現在應該有點老了 好讚喔 這樣子以後唱一唱抒情歌 誰會想到有一個梗是忽然前翻呢 對不對 我們的愛情是咪咪等我一下就翻 是這樣嗎 很可愛 所以未來不排除有這樣跳舞的可能就對了 我覺得我很願意做任何嘗試 但是我還是希望重點是放在我所做的音樂 因為其實我想傳達的東西很多都在音樂裡面 但是我會很想要看又是跳民俗舞蹈 你是說 對 這種 對對對仙女啊 就是跟仙女的感覺很符合啊我覺得 對啊 這應該只有你想看吧 我想看 可以專門為我準備一個特殊的表演嗎 我等一下我們到後面去 我們會有透露真空這樣子 然後再剪到節目裡面 這張專輯的名稱是秘密 我們當然也要來刺探一下藍幼石的秘密了啦 請問一下有沒有什麼小秘密 可以跟觀眾朋友分享 我們都知道 小秘密 比如說睡覺會磨牙 但是我覺得這孩子太小了 我睡覺嘴巴會這樣 誰都會啊 沒有因為我鼻子過敏 可是我覺得很多人都會 這不算秘密嗎 這不算 就是因為大家都會這樣 所以國中啊小學的時候 我們睡午覺都會流口水 然後會被同學笑啊 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過這樣子的狀況 對不對 你看眼頭如倒蒜 真的啊 對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秘密 自爆一下給我們知道 自爆秘密 其實我覺得我不是仙女啊 我真的是一個搞笑的人 真的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模仿一些有的文件 呼呼呼 不是我會喜歡學人家講一些語言 比如說 比如說 我是張博基來不要跟我搶停風的 那追劑嗎 你過來 你轉過來看我 這一種嗎 或者是 您到哪來呢 您北京人嗎 這是誰啊 北京人啊 就北京人 就沒有任何人 就只是一個北京人而已 我現在就是到底的北京人 所以說了學香港港仔還有北京人之外 美式也會學到埃及人或是印度人之類的嗎 那個我可不說了 那個不火 不火 在內地不火我不曉得 那四川人呢 四川人 差不多華語 山東人也可以來一下 山東人也可以 哎呦我的媽 所以我去搞笑其實 所以其實不像你原本就是外表的 因為 踢爆 我想到了今天的節目那個標題就是踢爆 蘭佑時其實不是仙女 我真的不是仙女啊 私底下我是個打大吉 那你會想到辣東辣西嗎 嗯 我會實不達意 因為我寫歌寫久了 我通常頭腦想 可能已經是第三個好貨的時候 才接下來了 可是其實在這個說話的過程裡面 通常你要馬上想到馬上講 所以人家會覺得說 怎麼講話有點前後顛倒的感覺 你說我在創作 我是藝術人你不懂 對啊 史佳斯應該這樣講 拜託一下藝文的東西 好不好 這麼高level的東西 大家可以出動 很可愛 好 今天又時也要為我們演唱秘密這首歌 還有是不是可以再跟我們講一下 剛剛提到的活動 四月份 喔 對我四月三號晚上八點半 在紅樓西門河岸 然後四月四號晚上九點 在公館河岸留言 好 希望很多歌迷朋友們也可以去捧場 好不好 今天非常謝謝佑斯來到節目當中 謝謝 希望你創作越多越豐沛喔 謝謝 謝謝